台灣的各個戰鬥機聯隊都 隨時保持著待命 而且都我們在依照我們每日的飛行動態 都有相關的飛行序列在空中執勤 那各項如果遭遇到突發狀況 我們都會依照空中部的戰術管制的引導 以及各項的戰備規定來做應付 那最主要就是維持我們的領空的安全 及國家安全 那接下來再過一周之後即將過年 相信我們空軍的各個部隊都會努力在戰訓本物 給予國人一個平安的環境 讓大家過一個好年 高木哪 加州 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